通关,因为有最新消息 这么多最新消息 对,香港和内地极可能在圣诞节前后落实少通关 市场引述港府的消息 就说,只是和内地争取每日名额是五千个 好像比之前说是多,没记错 一千,一千 对,他说,不过就是说 都是稳妥起见的话 通关首阶段仍然会倾向每日一千个名额起步 等到运转之后 希望可以农历新年2月1日前 改变到每日五千 就是他们暂时的目标 同时我们当局就同意 只要香港没有出现社区爆发的话 就算是安全 就说不用采取最辣的熔断方案 就无需发现中本地案的案就立即断纳 所以最新的就是那个名额 还有日期有一个明确点 就传了这个信息出来 你看有没有机会有些炒作 你看到暂时 今早一众本地零售股 或相关股又暂时见不到这些炒作 我觉得始终大家都对这些消息 其实都串了好一段时间 当然看法上有一通一定比我通的 理论上看 但是始终现在都是比较初阶段 就像你所说 可能初期通都是一千或是几千的数目 甚至乎应该都有分次序 不是说普通一般的小市民 去申请都更容易先 可能反而倾向商务 会优先一点点 所以对一众零售 其实炒作性也未必太明显 但是我觉得如果 在一个中线来说 就是随着真是逐步逐步 去到一个所谓的全面通关 我觉得看法上其实是可以的 始终刚才也提到 应该理论上通了 自然生意上也会多一点 就是人也会晚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会有这个 比较偏向乐观的看法 但是当然通关的定义 其实是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就是可能大家 在讨论单方面觉得 内地会多了人来香港 但是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返回内地 如果以这样计算 因为过去的年龄 其实香港这些零售股 或者大家走开街 看到个人都挺旺的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聚在 其实现在可能都会散开一点 就是变向双向的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会是比较倾向中选一点 我想如果选择这些板块 那是可以的 特别在现在的市况 科技股又还是比较波动 再加上你又怕监管 或者外围加息这些因素 似乎对零售股的影响性相对 就不会太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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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